好 另外来看看 这也太好片了吧 这台北市酒店公关小姐 林姓小姐她以电话乱枪打鸟的来搭讪 结果刚好就一名中姓男子 那么她愿意跟这个女子进一步交往 然后这女子就开始编出一些很多理由 包括她弟弟发生车祸 还有自己罹患癌症等等 就请求这名中姓男子要到酒店 买她的座台结束 那么中姓男子八个月下来 一共就花费了44万元 却是连林姓一面都没见到 事后还竟然说 接到简讯说这个林姓已经在大陆死亡了 她才惊觉说原来自己受骗上当